欢迎来到历史课程,我是美丽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 随后倒向国民党 致使我党在上海苦心经营多年的地下情报网络毁于一旦 大批革命者遇难 顾顺章也被周总理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人们熟知顾顺章皆因他叛变投敌一事 那么他为什么能在我党迅速崛起 短短三年就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呢 叛变后又为什么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呢 顾顺章1904年出生于江苏宝山县 因为家里太穷,十几岁就孤身一人来到上海闯荡 1919年,顾顺章进入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场 做了一名前工 因为他武艺高强,为人仗义,好替工友们打抱不平 因此在众多工人中间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当时,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发动工人运动 顾顺章的表现也引起了李立三、向景宇等人的注意 就推荐他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5月30日,武萨运动爆发后 顾顺章发动大批工人投入到斗争中 又在工人纠察队工作期间,为罢工运动提供了严密的安全保障 此外,他还曾担任过苏联顾问保罗廷的卫士 因此深受李立三等人的青睐 顾顺章也很快就当选为上海区委委员 顾顺章的表现让党内的许多同志认为他可堪大用 经陈独秀批准,顾顺章与陈庚、陆留三人一同前往苏联 接受了六个月的严格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 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个月后的八期会议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就是说,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堪称火箭式的健身 要知道,在八期会议上,连毛主席、周总理、张国涛等人 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顾顺章比他们的地位还要高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在上海城里由周总理负责 顾顺章、陈庚也同为负责人之一,协助周总理开展工作 不过,就是这样一位能力出众,屡见奇功的干将 却因思想上的腐化,最后选择了叛变投敌,遗臭万年 顾顺章之所以会叛变,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人从小就混进上海滩,还加入过青帮 骨子里就是梁山好汉,劫富济贫,替天行道那一套思想 所以即使加入了共产党,他也对政治理论学习很不上心 每次开会学习都是能躲就躲 认为干革命就是真刀真枪的跟敌人拼命 学习那些理论没什么用 而且顾顺章在生活中也是热衷于梁山好汉那一套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讲究江湖一起 甚至经常带着特科队员拱保私仇,影响很坏 后来聂荣真曾经评价他是个流氓无产者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样的人在顺经时能很快打开局面 但是一旦到了逆境,也很容易走上邪路,叛变投敌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 到厄狱晚苏去后,回来路过武汉 一是新养,就在武汉大出风头 结果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获 在威逼利诱之下,顾顺章选择了叛变投敌 供出了我党在上海的很多重要机密 多亏我党打入中统的秘密特工钱庄飞 及时发现了这个消息,立即向上海做了通报 这才避免了我党在上海被一网打尽 1931年12月1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发出了由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第一份通缉令 缉拿顾顺章 当然,这样的叛徒到了哪里都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蒋介石一开始还对他很重视 但后来看他起不到什么作用就开始冷落他 甚至还派特务监视他 让顾顺章非常不满 顾顺章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干脆纠集了一些跟他一样投敌的原共产党员 打算组建一个新的共产党 跟共产党、国民党分庭抗礼 这样的行为,蒋介石是肯定不会容忍的 就下令将顾顺章抓捕入狱 于1935年6月执行枪决 就这样,这位近代特工史上的大师级人物 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结局 年仅31岁 好了,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